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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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期待遇 囤积居旗的商人王春熙 9月1日晚 蒋经国接到南京的电话 批准年半大的投机商人 4日 蒋经国旗开始行动 代驳违反法定者64人 其中有中国民族资本王守荣家的第二代干将 身心沙场经理容宏盛 米商万莫林 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虎国良 美风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 于是 法币 黄金 白银 美金 就这么在一夜之间消失了 启宁波邦大佬刘洪生一人 就被小蒋活生生劝出了800根金条和250万美金 到10月份 上海供收兑黄金114万两 美金3452万元 港币1100万元 银子96万两 合计价值超过2亿美元 试想 中国历朝历代 哪有一个政府会下达这么荒唐的命令 没收人民私藏的金银财富 强迫兑换成一张张日后 成为废治的金元犬 即便是 清政府和袁世凯政府 都想不出这套华天下之大击 劫则而鱼的金融政策 上海皇帝杜月生的反击 为了杀鸡紧口 杜月生之三子 中会银行经理 杜维平银囤货炒股 在交易所外抛售永安沙场股票2800股 被判八个月徒刑 杜公管的管家 上海米业大王万莫林 也已非法囤积到米儿被捕 一些报纸已同栏标题报道 杜维平铺域的消息 杜月生威风扫地 小蒋连小杜都敢抓 算是中了真格 众所周知 杜月生在1927年 为蒋介石的四一二青党 力过汉马功劳 如今落得如此下场 在上海资本家和市民中 引起的震动可想而知 一时间 蒋经果在五百万上海市民 心目忠诚的传奇人物 有人喊他蒋青天 有人趁他包公在室 蒋公子的打鼓行动 被当时的新闻大肆渲染 火烧到了杜月生头上 当中央日报刊登的杜维平 带手铐被捕的照片 放在他面前时 他感到这个面子失得太严重了 难以接受 杜月生无论如何想不到 打老虎会打到自己头上来 对外他硬气地讲 怕什么 我有八个儿子 缺了维平 绝不了杜门 他让商报刊登公开信 表示 二十年来 庸之庸护领袖 服从政府 如所周知 必知改革 只能成功 不许失败 为心所喜求 清国先生执法如生 不枉不足 深知敬佩 何致以事舍私情 有所非议 但事实上 上海皇帝杜月生 无法咽下车口气 杜立及电话给钱新知 张世昭 陆经事 等来寓所议事 第二天又邀 王延培 刘洪生 盛丕华 徐采成等商量 决定了反击策略 杜芬赋 徒子徒孙四处活动 收集 蒋是 因秦豪门 在上海 囤积 囤积极的情报 9月下旬的一天 蒋经国在浦东大楼 召集上海工商巨头开会 对部分人在实施经济管制中 养奉 因为了做法 进行 决策则和威胁 有少数不明大义 本人 仍在冒天下之大部位 投机倒把 囤积居集 操纵物价 兴风作浪 危害国际民生 本人此次秉公执法 谁若囤积余期不报 一经查出 全部没收 并与法办 蒋经国刚说完 杜月升便不停不慢地说 全子委评委法乱纪 是我管教不严 无论蒋先生怎样承办的 是他就由自取 不过 我有个请求 也是今天到会 特为一致要求 请蒋先生派人到杨子公司查一查 杨子公司囤积的东西 在上海首居一指 远远超过其他个家 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 把杨子公司囤积的物资 同样与几查封 这样才能使大家口服心服 杜月升突如其来的一番话 大猪蒋经国意料 他马上意识到了杜的险恶用意 因为杨子公司的董事长 就是宋美龄的外甥 自己的亲票兄弟 前行政院长孔祥希那儿子 孔灵坎 可竟然自己每天口口声声说 秉公执法 此刻已没有退避余地 便当众宣称 杨子公司如有违法行为 我也一定绳之以法 杜月升联盟说 好 好 那我静候佳音 说吧 两袖一水 走出了会场 查封杨子公司 杨经国心里很明白 查处杨子公司 绝不像他表态那么容易 宋美龄没有生育子女 故而对孔令喊宠爱有加 是如己出 另外讲 孔 宋三家的关系 杨经国心里也很清楚 因此 在动不动孔 动得尺度问题上 一直很谨慎 但孔令喊有恃无恐 根本不把 蒋经国经济管制 的法令措施放在眼里 这种不合作的态度 也着实让蒋经国恼火 这一表态不打紧 整个上海 全体工商界都拭目以待 蒋经国在全社会的关注下 10月7日命令经济大队长城一宽 查封杨子公司 但孔令喊并没有向荣洪源 杜微平那样锒铛入狱 对蒋经国在关键时刻 为下手代步小孔 不愿声不依不饶 再度反击 他动员所有的工厂 以原料缺乏为此 全部停产 并作使途中参与黑市交易 先起抢购风筹 建议暴富 一时 上海 南京 北平争相报道 杨子公司案 有为蒋经国清算豪门叫好的 一有因查封之后 没有下文而不满的 只拍苍蝇 不打老虎的说法 在街头传播开来 抢购之风又起 宋美龄与孔令喊 其实 蒋经国查封杨子公司后 打算对孔令喊进行处置 但还没动手 宋美龄就找上门来了 杨子公司被查封后 孔令喊才发现对蒋经国看走了眼 匆匆赶到南京向小姨妈求救 宋美龄专程附护把蒋经国 孔令喊到永家路上的孔家宅院 宋美龄劝解说 你们是表兄弟 一家人有话好说 蒋经国随即要求孔令喊 顾全大局 孔一听便急了 什么 你把我的公司都封了 还让我顾全大局 接着两人争了不可开交 蒋经国见孔不可理喻 甩下一句 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 头也不回地走了 孔令喊也不示弱 对 这蒋经国的背影喊道 你不要逼人太甚 狗急了还要跳墙呢 如果你要搞我的养子公司 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 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 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 大家同归于尽 宋美龄无计可食 随即殿正在北平的蒋介石 说上海出了大事 要他火速返回处理 当时北平的战士已焦头烂额 蒋介石是专门去督战的 接电报后 蒋介石只好将一切托付给傅作义 积极飞复上海 不明就里的傅作义对此极为不满 只能长叹一声 蒋先生是不爱江山爱美人 10月8日 蒋介石自北平之飞上海 宋美龄党的一切人 连蒋经国都没建成 他独自对夫君反复陈述 阳子公司案的厉害关系 最终 蒋介石被他说服了 一日 蒋介石召见蒋经国 开头第一句话就是何为贵 半小时后 蒋经国从蒋介石处出来 像一只斗败的攻击 打虎失败 蒋经国黯然而去第二天 上海警察局召开新闻发布会 宣布梁子公司所查封的物资 均已向社会局登记 而大肆报道 杨子案的大众晚报 正言报被勒令停摊 经济管制的寿命仅维持了七十天 蒋经国苦心建立起来 得整肃权威烟消云散 日常信心瞬间崩溃 小蒋以一己之力与恶势力斗 拯救党国的梦幻也随之破灭 在向上海人民道歉后 蒋经国黯然而去 蒋经国上海打火无疾而终 当杜维平回到杜公馆时 受到了盛大的欢迎 杜月生非常得意地说了句 强龙终究斗不过地投舌 当然 最敢愤怒的是上海的老百姓 观察杂志的楚安平的炮轰道 可谓代表了民众心声 岂十天是一场小烂屋 二十年是一场大烂屋 烂屋烂屋 二十年来拆足了烂屋 插曲数年后 时过境迁 有一则插曲 说蒋经国在台北一餐厅偶遇入围翻 当众致歉 杜月生长孙杜顺安回 回忆 祖父去世后 我们一家人到了台湾 某日 我们去台北市长安东路 一家广东烧腊餐厅吃饭 刚好蒋经国也在那家餐厅里用膳 他看到我们 马上走了过来 和父亲握手致意 蒋经国坐在父亲身边 以上海话告诉我父亲 上海的事情不敢抱抱歉 蒋经国这句抱歉 一笔勾销了过往愁戏 过去的恩恩怨怨 去网易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